在国民党立院党团支持下 立委林佩祥顺利进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负责审查交通、公共工程以及通讯传播等议案 林佩祥除了感谢国民党立院党团的赏识以及安排 也强调会尽全力监督好国道客运通勤等问题 在这边很感谢国民党团对于佩祥的赏识以及安排 让佩祥能够在一任的第一个会期 就进入佩祥一直想进去的交通委员会 我想进交通委员会的目的 其实就想实践当初我对于我们基隆市市民的承诺 把国道公车的法规限制把它松绑 把我们班次不足、司机不足的状况把它减轻 甚至说让我们的基隆人在通行的时候 站多国道公车的时候然后更方便 那既然进了交通委员会 佩祥会把这件事当自己的使命来全力以赴 尽全力把当初我答应大家的 早15分钟回家的件事把它彻底完成 另外对于基隆捷运推动的问题 林佩祥强调同样会全力监督和要求 至于基隆捷运 佩祥在交通委员会也会去全力监督 全力要求 既然基隆捷运的第一段规划已经定案 那什么时候可以实行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 捷运到基隆市到七堵区 甚至更快的到八堵站 那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时程 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样的计划 另一方面 佩祥也会尽全力来督促我们的中央政府 试着让第二段的基隆捷运规划 尽早开始 尽早规划如何进基隆市 让我们基隆市的通勤组 实质上的用捷运去上班 我认为这会是佩祥在交通委员会 另外一个 我会很想主动去了解 去建筑的事情 林佩祥表示会尽全力做好立委的工作 落实对基隆市民的证件承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